最近呢 中国官方媒体叫做 建传知识的杂志 上面有讲到 大家看到这个图 他刊登联合火力 三部突袭台湾的战法 他讲到说 这个第一个用弹道飞弹攻击 然后再来呢 陆地军舰前舰攻击 再来呢武器 用英级91长舰 这个是他长城的 这个无人机来攻击 这三部 第三部是建设的飞弹 当然剧本是可以这样写 但是会不会照剧本演出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我们来看呢 这个台湾的东岸外 有一个很大变化 解放军攻台出现变数 这什么呢 中国的社交网络账号 叫做南海的浪涛 上面讲到 台湾东海岸的黑潮呢 冲绳海底火山活动增加 东海岸水温变化影响洋流 还有呢逆流前舰比较难 这个潜逃 涡轮加逆流影响水下鱼雷的发射 等等 但是呢中国我想 它要用武力来侵犯台湾呢 大概也不是什么新闻 可是我觉得比较让人家担心的是 今天我们看到自由时报 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中国呢训练了 300个台湾的年轻人 准备回过头来 要来统战台湾 小芳 这个我觉得比军事 是外在军事威胁看起来更可怕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则新闻 这则新闻其实它把这整个训练的过程 还有它的骑程 跟到底要这些的训练的 培训员做什么 它其实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明 它这个时间是说 在今年的6月已经培训了 大概人数是有300位了 那这些是台湾人 他们要来做统战的先锋分子 那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从去年的9月一直到今年的6月 已经举办6期了 如果300人除以6期的话 大概一班一梯 就大概50人左右 然后呢 那他们要干什么呢 他们呢 这些是来自于全国台联 还有统战部等等的单位 在漳州举办的 然后去找了一些 这所谓的什么 台湾的台干台商 然后一些的年轻人一起来加入 然后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会要求这些的学员 然后要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 而且呢 要学习领会习近平的思想 掌握中共中央对台政策 认识当前 这个是中共对两岸关系的复杂严峻 并且要肩负起对台工作的使命 未来必须要把相关的 中国跟台湾的和平统一呢 当成它的毕生置业 这个是它上课的内容 而且这些上课的内容呢 我觉得很妙的是 为什么会觉得这一些 大家知道 你要进入到中国的大学去念书 中国的大学 你要进入 你几乎就要入党 要入中国的 你就要念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那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是中国大学生 你必须要念的 所以台湾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当时选择去中国念大学的时候 那这些人就被中国的 在大学的时候就被可能 就吸收成为的所谓骨干分子 然后从去年的这个九月开始 找了三百人在江州来做训练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上 你看到全世界的局势已经都改变了 但中国还是真的一以贯之 还是在继续的统战台湾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么多的年轻人 就会让人很担心的是 很多大学的教授就担心说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你可以选择在台湾念书 也可以选择到全世界 各个自由的国家去念书 这些每一个人 你去选择到哪里的念书 那都是你人生的际遇 那都是你人生的一个选择 但唯独选择到中国念书 你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是你很可能会变成 我们以前念书叫细作 就是会变成间谍 你会被变成是人家的统战分子 你会变成是洗脑你而不自知 而且你会被变成是 人家收编你 要来回头来统战台湾的 一个重要的骨干分子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学生 要去中国念书的时候 你必须要了解的 因为这个已经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新闻是这样 而且这个是中国 他们自己也承认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你就知道你去中国念书的时候 你不要认为 你自己有多高深聪明 你不要觉得 你跟这个柯文哲一样 哇 你崇拜这个毛泽东 好像你就觉得 你自己高人一等 你还是会被中国的共产党控制 但是你控制 他控制你做的是什么 是要颠覆你的国家 那个国家就叫做台湾 而这个国家就是你的母亲 好 那个在请问巧新 那个共军有没有攻台的可能性之前呢 因为今天有两位斗内 今天斗内其中有一位名字 我不晓得是不是同名同乡 他刚好叫做徐巧新 我我我我 就是你 谢谢你 因为我刚好回应上一个斗内的人 对对对对对 之前上一个斗内的人是 叫做六六新运 他斗内75块 他说他是这样讲 他说巧新议员 虽然我很讨厌你们国民党 但大家生活圈都在台北市 真的麻烦一下 不要再让这个柯文哲乱搞 不然真的会去跳淡水河 那巧新就回应他说 因为我好像是回另外一个 刚刚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在讲疫党 那巧新就回应他说 我说的是事实啦 疫调有作 但跟大家认知不太一样 我没认同柯文哲所有防疫做法 但也不能随便乱栽赃人 这是巧新花了70块要讲的话 好 但是巧新 我现在想请教你 就是说解放军要攻台 他有很多的剧本 我们也听过很多 你觉得就你的认知 你觉得他们现在真的有能力 攻打台湾吗 我觉得暂时不会 暂时不会 你的暂时大概是多长 多久的时间 至少在拜登跟习近平 正式见面之前 都没有这样子的 那万一他们明天就见面了 没有就是他们见面之后 有可能就是在 因为应该说这是一个变数 那两岸之间 现在目前就是这样子 那在两个人见面之后 会走向是更好或是更坏 这个要看他们两个人 以及会面结束之后 一段期间的观察 那这个是最大变因 所以先把它留下来 那至少在这段期间 是不太可能 因为我认为拜登的围堵策略 就是所谓的盟友的策略 是非常成功的 包括他去跟普丁的见面 他跟普丁的见面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说 我把你也拉进来 虽然我跟你还是敌对的关系 可是呢 我们也好像缓和一点了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他就会变成是说 他本来的一些朋友 好像都有一点被美国拉走了 那这样的话 如果中国大陆 他是一个善于交朋友了 他可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到一定程度 世界各个国家跟他站在一起 那美国就危险了 他们变成真的是两大强权 但当拜登的策略 是找所有国际上的盟友 就算我跟你很不好 我也愿意坐下来跟你谈 把你某种程 拉到我这边的时候 全世界对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这时候 就变得很小 所以他要去不管说武力统一 侵略台湾 他必须要先得到 美国某种程度的同意 甚至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我们也知道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美国并不会允许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觉得台湾现阶段 是很安全的